那个切下来的东西好像还要再拿去化验 2014年于院期发现离癌 切除病灶后在病房受访 医师透露 直肠癌最有效的疗法之一就是开刀 而目前癌症治疗越来越复杂 走向精准医疗 你如果要知道哪一种治疗 对这个病人是比较好的话 常常还要再去检测 这个癌症 这位病人他的这个癌症 有没有一些特殊基因的变化 说到传统癌症 其别基因检测也能了解 是不是有特定突变 治疗方式大不同 而目前比较新的疗法 像台大癌医中心即将启用的直子治疗 适用在社护腺癌和肺癌 免疫疗法针对黑色素瘤 血液癌症和特定肺癌有效果 细胞治疗则适用特定淋巴瘤 还有白血病 以国内十大癌症前三名大肠直肠癌为例 除了切除病灶化疗放疗以外 现在也会采用标靶药物和免疫疗法 肺癌早期发现 可以用免疫疗法缩小肿瘤后再开刀 晚期患者也能使用化疗加免疫疗法 乳癌则是基因检测 确认特定类型后 可以使用标靶治疗或荷尔蒙治疗 中医的治疗也是一种专业的治疗 中医也加入治疗癌症行列 包括大肠癌肝癌乳癌肺癌都适用 中医师强调治疗过程中会监测白血球 血红素肝功能还有肿瘤指数等等了解治疗效果 常用药材包括白花蛇蛇草龙葵火象半支莲 可以抑制癌细胞生长转移 让癌细胞萎缩绷解 医师也提醒 癌症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剂量 也要搭配西医治疗 一定要去看中医 在医师处方下使用 而不是听信来路不明的种草药 TVB串事室孟杰张允熙 泰标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